这天,我在抽屉里翻到一份体检报告,是我的,上面写着乳腺癌,我快死了,原来丈夫奇蒙一直瞒着我,还骗我说是调理身体,天天陪我去医院,寸步不离地照顾我。 我刚为了他的用心,感动又心酸时,体检报告下面调出一张孕简单,阳性,不是我的,发现两份报告,我彻夜难免,这上面的日期是一样的,说明是同一天在医院拿到的报告,会不会是医生拿错了? 我很快又否定了这个想法,奇蒙在出差,现在是凌晨两点多,我心烦意乱,直接给他打视频电话,电话还没接通,我就挂断了,算了,太晚了。 我选择第二天一大早,赶去奇蒙出差的城市,反正酒店地址我都有,结婚七年,他为了让我安心,一直都习惯性报备。 早八点,我到酒店门口,看到奇蒙和一个女人边走边笑拐进了餐厅。 她明明说是独自来出差,这女人又是谁?没有酒店的早餐劝,我进不了餐厅,没敢打草惊蛇,我躲到一旁给奇蒙发了条信息,将昨天晚上发现的运简单发给她。 没过一分钟,她的视频电话打来了,我转成了语音电话才接,喂,老婆,她很紧张。 你在哪儿发现这个的?家里的抽屉里,我收拾打扫的时候,这是谁的?我不知道啊,是不是有谁不小心拿错了? 这运简又不可能是我去做,奇蒙的声音放松不少。 哦,你在干嘛?我在陪客户吃早饭呢。 奇蒙刚说完,对面的女人笑着打去,老婆查岗呀。 江云,你尽管放心,我帮你盯着呢。 这声音的主人我认识,是跟我六年没见的大学社友,赵芬芬。 我松了口气,赵芬芬的人品我相信,以前在大学里,她就经常照顾我。 没事了,你先陪客户吧。 我飞快挂断电话,觉得自己这一趟来实在太可笑了。 那张运简单一定是拿错了。 我真正应该关心的,是奇蒙隐瞒了我的病情,我是不是快死了? 心思复杂地坐上飞机准备回家,快要关机时,我突然收到奇蒙的电话。 接通之后,那边却没有任何人的声音。 我正纳闷着,突然一阵暧昧的喘息声传来,快,快点。 小撒货,刚才在她面前不是挺会演的吗? 我傻眼了,奇蒙真的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吗? 她的出轨对象是赵芬芬。 电话在这时挂断,空姐走过来让我关掉手机。 我要下飞机,但没有成功。 绝望的我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离这个城市越来越远, 心口像插了无数把刀,疼得我几乎喘不过起来。 落地后,我疯狂给奇蒙打电话,电话关机。 六神无主地我回到家,用冷水洗了把脸,迫使自己冷静下来。 这才想起给赵芬芬打电话,她很快就接了。 喂,你总算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我听不出赵芬芬的语气有什么破绽, 它似乎在一个很嘈杂的环境。 你刚才跟我老公在一起,我试探着。 对啊,我们老板让我过去的,送一份资料, 本来我今天忙死了,要参加一个展会, 还要网上直播,赵芬芬抱怨道, 这年头赚钱不容易,女人当男人用, 男人当牲口用。 听到这儿,我立马打开电脑, 搜索到赵芬芬说的展会直播。 点进去一看,赵芬芬果然在镜头里忙碌着, 我的心放回了肚子, 又闲聊了几句, 我挂断电话, 重新翻出那两张检查单, 再一次仔细地看了看, 那一张运检单上的名字被撕掉了, 我只能看到对方年龄, 二十二岁,比我小了整整十岁, 正是最鲜嫩的年纪, 所以,奇蒙的出轨对象不是赵芬芬。 拿着两张单子,我去了市立医院, 姐,你怎么自己来了, 接待我的,是我的堂妹,江霞。 说是堂妹, 其实她只比我小三个月, 如今也是主治医师了。 我把那张乳腺癌的诊断单给她看, 江霞脸色微变, 你都知道了。 听她这么说, 我心咯噔一下, 看样子是真的了, 我即将命不久矣。 江霞安慰我, 现在医疗技术也在不断进步, 情况没那么坏的。 姐夫为了你愿意清尽所有, 姐,你可要坚持住啊。 我苦笑, 我怎么坚持? 那通电话里的喘息声像 是我心口上的刺, 奇蒙的电话来了。 喂,我在医院, 我决定有话直说, 我知道自己的病情了。 奇蒙慌了神, 云云,你别乱想, 我现在就回来。 奇蒙一直抱着我, 她哭得比我还凶, 好像得绝症的人是她, 而不是我。 别哭了,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 咱们好好治病, 等你好了, 咱俩还要生个孩子呢? 我就是怕你知道了, 以后多想。 我, 奇蒙哭得不行了。 好了, 别哭了, 我把那张运简单抽出来。 摆在她面前, 这是谁的? 这是我在诊断书里一起发现的。 诊断乳腺癌的科室 跟艳运的科室 差了十万八千里。 打死我都不信是 奇蒙拿错了。 奇蒙猛了, 这不就是一张废纸吗? 突然, 她眼睛一亮, 对了, 这是当时突然进来的一个医生拿来的, 随手写了个药名给我, 让我去托国外的朋友买。 她将艳运单翻过来, 后面果然有一串字母。 这串字母跟我现在正在吃的药, 一模一样。 奇蒙骗我说, 这是国外进口的保养品。 原来是这样, 我松了口气。 奇蒙抱着我不放, 直到我保证自己不会做出过激的行为, 会好好配合治疗, 她才松开手去厨房给我做晚饭。 她是个好男人, 结婚七年, 始终将我捧在掌心里宠着, 我或许不该怀疑她, 可是那通电话又是怎么回事? 那两个纠缠在一起的声音究竟是谁? 我脑袋一片模糊, 甚至想不起那个声音到底是不是跟奇蒙一样。 我回到房间想查一下我现在的病情。 电脑上的直播间还没关掉, 我看到赵芬芬在里面依旧忙碌。 等等, 我突然意识到有一点不对劲。 赵芬芬身上的衣服 跟我早上在酒店看到的不一样了。 之前我心太乱, 根本没察觉到, 现在想来上午那么短的时间里, 她去酒店送个资料, 吃个早餐的功夫, 为什么要换衣服? 我的心咚咚狂跳。 我记得赵芬芬之前在酒店穿的衣服, 深蓝色的阿玛尼, 整套。 足见这些年, 她在职场混得风生水起。 晚饭后, 我给赵芬芬打电话, 你那套阿玛尼还在吗? 借我两天, 我公司年会。 赵芬芬, 哎哟, 齐太太还要跟我借衣服穿, 让你们家齐蒙买去。 别闹, 这不是敢吗? 我找不到合适的, 想来想去, 就你那套颜色风格最适合。 我强撑着稳住心神, 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跟往常没什么两样。 哎, 那你来晚了一步。 今早去酒店给你老公送资料的时候, 餐厅服务员不小心把浓汤撒我衣服上了。 哎, 我的衣服呀, 就这么毁了。 赵芬芬的语气特别懊恼, 害得我后来赶去展会都是临时在商场买的。 原来是这样吗? 是我想多了。 又聊了几句, 我挂断电话, 晚上, 齐猛抱着我, 还在我耳边说着缠绵的情话。 我很想问上午那个电话, 但话到嘴边忍住了。 半夜醒来, 我一摸身边, 齐猛不见了。 我一个机灵, 醒了过来。 阳台上有个人影在动, 齐猛压低声音, 不知跟谁打电话。 行了, 我知道了他语气有点急躁, 却还在哄对方, 以后不要这么晚给我打电话, 你也知道我这儿的情况。 好了好了, 别哭了。 我后天去看你, 上次你喜欢的项链收到了吧? 这话听得我浑身冰凉。 我轻手轻脚回到床上, 一看床头柜, 齐猛的手机还在, 那么他又是从哪儿冒出一个手机? 容不得我细想, 齐猛的电话就要打完了。 我赶忙闭上眼睛, 装作睡着的样子。 哪里睡得着呢? 刚才他的话一遍遍在我脑海里重播。 好不容易等到齐猛的憨声正浓, 我睁开眼, 偷偷地摸到阳台。 齐猛刚才回来的时候, 我没听到任何柜子打开的声音。 他的睡衣都是我买的, 衣服上没有口袋。 早晨我都会跟他一起起床, 他准备早餐, 我收拾床铺, 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眼皮子底下, 所以也不可能将手机藏在枕头下面。 唯一的可能, 手机还在阳台上。 阳台上都是花花草草, 平常齐猛打点的比较多, 我只负责欣赏。 现在看来, 他照顾这些植物, 也并非全都为了喜欢花草。 很快, 我在花草下面的乌龟盆里 发现了一只装在防水袋里的手机。 颤抖着手, 把那只手机拿出来。 很快我就被无边的失望笼罩着。 我不知道手机的解锁码, 试了几个都不对。 为了防止齐猛发现, 我只能将手机放回远处。 床上那个男人还在睡着, 我的心却凉了一半。 第二天一早, 我顶着两个肿眼泡起床。 齐猛看我脸色不好, 又是一阵安慰。 这语气跟他半夜里安慰另外一个人的如出一辙。 你今天有什么安排吗? 我问。 当然有啊, 我约了最好的医生, 我们一起去复查, 齐猛握住我的手, 满眼深情, 云云, 答应我, 就算知道了自己的病情, 也不要自暴自弃。 你还有我, 不要抛下我, 好不好。 我陪着他演戏, 当然不会。 我还等着揭穿他的嘴脸呢, 只是心如掉进万丈深渊, 疼得我喘不过气来。 复查的结果一般, 各种数据都在临界点。 我终于意识到自己真的命不久矣。 齐猛红了眼眶。 刚才在医生面前, 他一直都在追问治疗方案, 上百万的治疗费用 他眼睛都不眨一下, 甚至说出, 实在不行, 还可以将公司卖掉。 老实说, 如果不是已经发现 他出轨的端倪, 我无论如何 都不相信齐猛会背叛我。 送我回公司吧, 我淡淡地说, 你还是回家歇着, 情况又没到最坏的时候。 在家里, 我反而会胡思乱想。 齐猛说不过我, 开车把我送到公司楼下。 刚忙了不到十分钟, 我发现自己的包 落在之前的医生办公室。 包里有我今天开会 要用的重要资料, 我赶忙打车去拿。 刚到办公室门口, 我突然听到 里面说话的声音, 也不知道 这个叫齐猛的男人 想做什么, 骗自己老婆 说得了绝症。 看他那样子, 我都自愧不如, 同样是外行, 我演的就是不如 人家生情并貌。 我仿佛被雷劈中, 双手颤抖。 这声音就是刚才 给我做复查的医生的。 他在说什么? 齐猛骗我。 办公室里传来脚步声, 医生要出来了。 我赶忙躲到一边, 等到他们走远了, 才进去拿走自己的包。 上午的太阳灿烂无比, 我走在大路上, 却觉得身在冰雪寒枯。 强打起精神, 回到公司请假。 我立马约了 另外一家医院检查, 得到的结果如我想的一样, 我很健康。 根本没有生病。 但这边的医生却提醒我, 我有几项检查结果要注意, 日常不要随随便便吃不要。 这话提醒我了, 如果我没病, 那之前齐猛带我去医院 开来的那些药又是什么? 我赶忙回到家, 翻出之前吃的药, 刚拿了一盒, 大门响了。 我立马光着脚跑到门口, 藏起自己的鞋子, 然后一头躲进旁边的柜子里。 还好, 我长了个心眼, 回来的时候装作家里没人的样子, 又降门从里面锁了两道。 不然就开锁这么一点时间, 根本不够。 我刚躲好, 门打开了。 是奇猛。 他匆匆回来, 直接进了房间, 然后我就听到一阵翻乱抽屉的声音。 从柜子的缝隙里, 我看到他拎着一只袋子离开了。 大门光荡一声关上, 我平住呼吸, 又等了好一会儿。 确定没人回来后, 我才小心翼翼地出来。 房间柜子里的药被奇猛处理掉了。 我看着自己手里剩下的一盒, 真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我把要交给信任的人去查, 结果要几天才能出来。 我只能耐着性子继续在这个家里跟奇猛演戏, 只不过我的必修课是演好一个不知情的病重妻子。 我在网上买的窃听器到了。 我还记得奇猛跟那个电话里的人约定过, 要去看他。 时间就是明天。 趁着奇猛开车送我去公司, 我悄悄将窃听器放在座位下面。 奇猛,今晚陪你回去看岳母, 你的病情我还没跟他们说。 他小心翼翼地打亮着我的脸色。 我说,那就不说了吧, 免得他老人家担心。 对了,我抽屉里的药怎么不见了? 这不是制定了新的治疗方案吗? 之前的药当然没用了, 我怕你看到了触景伤情, 所以先丢掉。 这说法,真搞笑, 一个病重的人看到要会触景伤情。 一时间我演不出来, 只好把脸转向一边, 装作看车窗外的风景。 奇猛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江云, 别担心, 我们是要做一辈子夫妻的。 我感到恶心, 好。 窃听器我花了大价钱, 是可以实时监控的, 只要我这边有时间, 可以随时听到奇猛的那边的情况。 一上午我都在忙, 这种忙碌带着一种心慌意乱。 我知道真相就在前面, 可我不敢亲自去揭开这层纸。 忙完了大半天, 我靠一杯咖啡提审。 我们俩的手机是互相关联坐标的, 这是一开始恋爱的时候就保留的习惯。 后来换了手机, 也是懒人操作, 一键换机, 这样的关联始终没被取消。 奇猛现在应该已经忘记这回事了。 我查看奇猛的方位, 看到他车的坐标停在一家酒店门口。 这会儿四下无人, 我知道是时候了。 戴上耳机, 点开了窃听器的开关。 刚巧, 信号一连上我就听到 那边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在说话。 你都好久不来看人家了, 哼, 之前还说会跟家里那个老女人离婚娶我的, 现在呢? 男人的嘴果然都是骗人的鬼。 沉默一会儿, 还是这个女人在说话。 你怎么不吭声了? 快说话呀。 我的心也快跳出嗓子眼, 我也在等对方开口。 哪怕知道这个窃听器就在奇猛的车里, 哪怕我已经有90%的把握认定奇猛有问题, 不到最后一刻我始终难以死心。 说话呀, 女人催促着, 然后我听到奇猛的声音, 我们分手吧。 别说是那个女人了, 连我都听呆了。 女人尖叫哭嚎, 你跟我玩了半年多, 现在就想分手, 门都没有。 当时是你勾引我在先, 你敢说那天晚上的酒不是你故意灌醉我的。 事后还给我发照片威胁我, 让我一步步沦陷。 邓美, 这半年来我对你怎么样? 你差不多够了吧? 邓美, 我的心头一紧, 这是奇猛公司里一年前来的新人。 意气风发, 很有才华, 奇猛之前经常在我面前夸他。 仔细想想, 这半年来他确实很少提到这个名字了。 我还一度以为这样的人才离职了。 原来是跟自己的老板有了不清不楚的关系, 奇猛怕我看出来, 才没敢多提。 我老婆身体不好, 我不想因为这件事让她不开心。 既然一开始错了, 那就不能再继续。 我给你转十万, 你拿着离开吧。 邓美哭了, 奇猛, 你好没良心。 哭完骂完, 她走了, 估计也没放弃那十万。 听完这些, 我的心空荡荡的。 原本是想拿到抓奸的证据, 没想到却是丈夫跟第三者的分手。 一时间, 我六神无主。 她这是要回归家庭了吗? 那我该怎么办? 接受她, 装作这一切都没发生。 不, 我办不到。 奇猛外遇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还有她骗我说我得了绝症, 这件事我还没查清楚。 这个与我同床共枕了七年的男人, 到这一刻我竟然发现自己看不透她。 心情复杂地继续听着, 我的大脑一团乱麻。 邓美走了, 奇猛还没下车。 我刚准备关掉窃听器, 突然听到奇猛下车的声音。 再看看手机关联上显示, 她已经朝着酒店的方向走去。 我的心高高悬起, 邓梅都不在了, 大白天的她一个人去酒店干什么? 想都不想, 我立马追过去。 在历经酒店门口, 我一眼就看到奇猛的车。 她果然没走, 可我怎么查呢? 慌忙而来, 我根本没有任何准备。 我只能躲在酒店大厅的会客区里坐着, 一眨不眨地盯着电梯的方向。 两个多小时后, 奇猛终于出现了, 她身后还跟着一个女人, 两人手牵着手。 那女人的脸被奇猛挡在身后, 我看不清。 她穿着性黄色的连衣裙, 怀里还捧着一大树玫瑰花。 巨大的漏花屏风挡住了她的视线。 她可能压根也没想到, 自己老婆就在酒店的另外一边坐着看吧。 她脸上都是意气风发的笑容, 那个模样我曾在很久之前看过。 我跟上去, 看到她载着那个女人离开。 脚下一崴, 疼得我痛彻心扉。 我不顾一切地追上去, 想要拦住那两个人, 可他们越来越远。 我以为我看到这一幕 会很坚定地想离婚, 可真到了这一刻, 我又万般不舍。 到底是跟我结婚七年的男人? 被我视为生命的另一半, 怎么可能没有感情? 我打开窃听器, 可惜这两个人什么话都没说, 我连半个字都听不到。 好样的, 真是够谨慎。 李智告诉我, 事情没那么简单。 强撑着情绪, 我开始找人调查奇蒙。 这一天, 奇蒙很晚才回家, 我也就表面上关心, 努力装作不知情的样子。 好在她心虚, 也没跟我有视线上的交集。 她对我一如既往的好, 我也配合演戏, 当一个病重的妻子。 一周后, 我拿到了暗中调查的资料。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我觉得天都要她了。 原来奇蒙在五年前就有出轨的行为, 这不是她第一次外遇。 更触目惊心的是, 她早就想染指公司里属于我的那一部分股份。 当初她创业, 我从家里拿了三十万给她。 她感激不尽, 主动将公司将近一半的股份写到名下。 不过短短七年, 她就变了。 看我碍眼, 想要独占公司, 她甚至骗我吃药, 让我怀不上孩子。 难怪这些年, 我身体一直时好时坏, 双方父母想要抱孙子, 我也没办法怀孕。 奇蒙还宽慰我, 不要孩子没关系, 只要我们夫妻好好的, 也能相伴到老。 这话说的, 结果只有我一个人相信了。 可笑至极, 这人真的是我老公吗? 难以置信。 调查资料上还有内药的名称, 跟之前写在那张厌运单上的一模一样。 我还不死心, 给之前帮我查药的朋友打电话。 我刚准备给你电话呢, 这药就是国外的一种避孕药, 当地已经尽瘦了, 因为长期吃会让身体受损, 最后影响生育的, 你可不要乱吃。 这话将我彻底打入了冰窟窿, 双手抖得不行, 我等不及了。 我现在迫切要知道 那个女人是谁, 藏在阳台的电话 我是没办法破解密码, 那我还能怎么办? 花了好一会儿功夫, 我才稳住心神, 主动给公司打电话, 表示我现在可以去那趟外派出差。 之前上司让我去, 齐猛以我身体不适, 直接帮我拒绝了。 快速收拾好行李, 我给齐猛发了条信息, 告诉他我出差一周, 然后直接上了飞机。 出差的地点离赵芬芬很近, 我用最快的速度忙碗, 找到赵芬芬。 一家清霸里, 我开门见山, 你知道齐猛出轨了吗? 赵芬芬吃了一惊, 脸色突变。 我和她同宿舍四年, 彼此了解, 看她这个样子, 我就猜到一切了。 你早就知道。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赵芬芬咬着下唇, 你就说你想怎么办? 对方是谁? 我,不知道。 我不认识赵芬芬躲闪着我的视线, 无论我怎么问, 她都说不知道。 我深吸一口气, 行吧, 我今天找你, 还有别的事, 我知道你认识一个很厉害的律师, 介绍给我, 我要准备离婚了。 赵芬芬, 好。 她一个电话叫来了那位陈律师, 陈律师喜欢赵芬芬,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我把我的情况跟陈律师说了, 她立马帮我制定了好几个方案, 真不愧是常年处理这种棘手单子的专业人士, 比我强多了。 赵芬芬, 既然要离婚, 之前你投进去的钱, 包括公司统统都要拿回来, 一毛钱都不能给她留。 嗯, 我点点头。 集中精力处理了一天事情, 到了晚上, 我才有功夫松口气。 趴在酒店的大床上, 赵芬芬陪我一起醉。 她含糊着说, 当初我就不赞同你跟齐蒙在一起, 你偏不听。 呵呵, 初恋吗? 我苦笑着, 眼泪滑落。 上次我去旅游, 看到他们俩同进同出, 我气坏了, 很想直接告诉你, 但赵芬芬咬着嘴唇, 不说了。 我还等她下面的话呢。 转头一看, 她竟然睡着了。 赵芬芬亲眼看到, 那这么说, 我一个机灵地拿起她的手机。 赵芬芬的解锁码, 我都知道, 就是当初我们大学的门牌号。 在收藏相册里, 我找到了一张照片, 时间是三年前。 照片是从后面拍的, 能看到齐蒙和那个女人的侧脸。 是江霞? 竟然是江霞。 我倒抽一口凉气。 难怪赵芬芬不敢告诉我, 难怪她欲言又止。 因为齐蒙出轨的对象是我的亲人, 所以她才不好开口。 因为这个人是江霞, 所以那次在医院里, 江霞才会配合齐蒙演戏, 承认我身患重病。 眼泪刷得一下, 涌出来, 心碎一地。 我和江霞从小一起长大, 叔叔婶婶的工作都在国外, 就把她托付到我家。 与我一同吃一同睡, 长到十六岁才离开。 我想过很多种可能, 唯独没想过这个人是江霞。 她学医, 赚钱没有我早。 她身上的衣服, 鞋子, 甚至是生活费, 我都给过。 我掏给她一片真心, 她却这样伤害我。 甚至要连同齐蒙一起, 将我推进万丈深渊, 不但要我断子绝孙, 连当初我给齐蒙的帮助 都想一笔勾销。 这样的人, 竟然是我的亲人。 借着酒意, 我昏昏沉沉地熬到天亮, 手机上好多奇蒙的未接来电。 我现在看到她的名字, 就觉得恶心, 但事情还没结束, 我必须硬着头皮 跟她周旋到底。 我给她回了个电话, 她的声音显得特别担心, 要不是我已经查到一切, 八成还是会被她的表演骗过去。 云云, 你怎么能不接电话呢? 你知不知道 这一晚上我有多着急? 还有, 你怎么就突然出差去了? 不是说你身体不好, 让你在家歇歇吗? 就是身体不好, 所以才想着能多赚点钱给你。 我故意笑着说, 我们夫妻一场, 跟你好了这些年, 我连个孩子都不能给你生, 现在又生了这么重的病, 不可能陪你白头到老了, 我能为你做的就只有这些了。 奇蒙愣住了, 大概是没想到我会这么说吧, 她竟然被感动得不行, 一时哽咽不止。 云云, 别胡说。 在电话里, 虚情假意了好一会儿, 挂断通话后, 我没忍住大哭一场。 赵芬芬都被我吵醒了, 你都知道了, 她试探。 嗯, 我看到你手机的照片了, 对不起, 不怪你, 都是成年人了, 赵芬芬有自己的顾虑, 我能理解。 我说, 你帮我一次呗, 帮我演个戏。 好, 安排好所有事情, 我回家了, 奇蒙来接我。 我一想到江霞那天, 就是坐着这辆车的副驾驶离开的, 内心就恶心地不行, 但我忍着, 坐在奇蒙旁边。 我好像不是我了, 就带着一个躯窍, 跟奇蒙有说有笑, 但我的心是空荡荡的, 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别让奇蒙察觉到。 他果然被我骗过去了, 回到家又是给我做饭, 又是给我垂背的, 很殷勤。 吃了饭, 我说有要紧是要跟他商量。 见我这么严肃, 奇蒙的眼神里藏着话, 他演示得很好, 我就当没发现。 他也不想想, 我们是多年夫妻, 真发现了他撒谎的端倪我, 还能看不出这种戏之末节的变化吗? 从前没怀疑, 那是因为对他的信任。 现在信任崩塌了, 别怪我心狠。 我说, 我反正也活不久了, 公司的股份最后还是给你。 你是我们江家的女婿, 以后我爸妈那一份也是你的。 对不起啊, 因为我你到现在都没孩子。 他准备说什么, 但我不想听, 直接打断继续说, 我生病这回事, 不要告诉我爸妈, 那边的操作交给我, 你只需要在我爸妈面前演演戏就行了。 我只有一个请求, 以后我不在了。 你能不能多来看看他们? 其蒙眼眶都红了, 我会的, 你放心。 看见没有, 这就是男人。 之前还说我不会有事的, 现在提到继承遗产, 就这样了。 我点头, 好。 两天后, 我安排了家庭聚餐, 连江霞都一起请了。 席间, 我跟其蒙 还是跟从前一样的恩爱夫妻, 甚至比之前更甜腻, 更亲密。 我故意的, 故意在江霞面前秀恩爱。 果然, 其蒙还能稳住, 毕竟跟我是多年夫妻。 但江霞的脸色阴沉得跟锅底一样, 难看至极, 连我爸妈都看出来了。 霞霞, 你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我妈关心地问。 江霞扯了扯嘴角, 我没事, 失恋了而已。 她说着, 还用眼神扫了一下我和其蒙的方向, 这是什么意思? 一目了然。 我笑着靠在其蒙肩头, 我们江大医师那么多人追, 还怕什么失恋呀? 对了, 你上次跟我说, 去年跟你在一起的小哥哥呢? 那会儿, 你们俩不是还一起去普吉岛旅行了吗? 奇蒙脸色一沉, 哦, 医生的工作那么忙, 还有空去旅行。 我笑道, 你不知道吗? 就在上半年, 他们俩的机票还是我给买的呢? 江霞的脸色顿时煞白, 我举起酒杯, 挡住嘴角的冷笑。 没想到吧, 江霞占我便宜习惯了, 像这样叫我买车票门票之类的事情, 不是第一次。 因为知道江霞有个男朋友, 所以我一开始根本没怀疑到他头上, 只是我知道, 奇蒙却不知道。 而且奇蒙了解我和江霞相处的模式, 我说买机票, 他不可能怀疑。 接下来, 奇蒙也不知是不是故意的, 对我更体贴了, 看着江霞脸色铁青, 我一阵痛快。 吃完饭, 我们回家了。 刚到家, 奇蒙接了个电话, 说去一趟公司送文件。 我听到关门声音, 快速从卫生间出来, 奇蒙已经开着车离开了。 我打开窃听器, 这一次听到他和江霞的争执。 江霞骂奇蒙, 说他跟我感情那么好, 根本不像是要离婚娶他的样子, 分明是骗他, 是渣男, 奇蒙就阴阳怪气, 直接点名江霞另有男友, 跟他一样都是脚踏两只船, 是水性洋花的货色。 听着他们俩吵得凶, 我乐坏了。 瞅准时机, 我给奇蒙打电话, 那边的争吵立马停了。 我故意娇滴滴地说, 老公, 你回来能帮我带点喂药吗? 我觉得有点不舒服。 奇蒙答应了, 我又说, 你是不是想去普吉岛呀? 我看今天我说, 狭狭跟他男朋友出去旅行的事情, 你好像挺在意的。 奇蒙慌了神, 没有的事。 我这个身体你也知道, 咱们夫妻几年, 都没出国游玩, 我欠你的, 要是有机会的话, 我陪你一起去吧, 就当弥补心愿了。 挂断电话, 果不其然, 我听到奇蒙和江霞 更加猛烈地争吵。 等奇蒙回来, 我已经趴在床上睡着了。 接下来的几天, 奇蒙都一副焦头烂额的样子。 我知道, 我放下的诱饵已经起笑了。 狗男女就是狗男女, 一点点风吹草动, 就能让他们俩信任崩盘。 这个时候, 我借着办理身后是这个理由, 几乎转走双方名下 所有的共同财产。 奇蒙是知情的, 因为我说了, 要把公司都给他, 签字之前需要我名下的财产 达到一定金额, 这样我才能说服我爸妈同意, 毕竟我是他们的宝贝女儿, 他们不能眼睁睁看我放弃一切。 再加上奇蒙在我患病这个问题上撒了谎, 他很相信我这个不愿意 告诉父母病情的理由。 半个月之后, 奇蒙名下已经没故产了。 我暗示赵芬芬可以出马。 赵芬芬挂了江霞的门诊去看病, 因为事先吃药伪装, 导致江霞误诊。 那段时间, 江霞被奇蒙折磨得精神不振, 误诊之后一连串操作都很神奇。 原本是一件小事, 却被他硬生生捅破, 闹得整个医院上下都知道。 原来, 江霞不但误诊, 还给赵芬芬开错了药。 赵芬芬拿着检查报告和处方单 去了另外一所医院, 证据确凿。 江霞这才慌了神, 他一打听赵芬芬, 得知对方是我的好友, 直接找我说情。 江霞约我到一家咖啡厅, 堂姐, 你帮帮我吧, 这个赵芬芬不依不饶, 非得要打官司。 现在医院里已经闹得人尽皆知, 搞不好我的工作都保不住。 你也是的, 怎么出了这么大的纰漏? 你可是医生呀。 我故意恨铁不成钢, 这事我之前听芬芬说过, 她因为吃了你的药, 现在身体都不好, 好像她也找你谈过赔偿, 被你一口拒绝了。 江霞急了, 我不知道她会抓着这件事不放啊。 我心底冷笑, 你当然不知道了, 因为我太清楚你这个骄纵的性子, 从小到大都是被人宠着让着的, 怎么可能第一时间服软? 就是知道江霞这个脾气, 我才让赵芬芬这么做。 这事我可不好去说, 这是你们双方的问题, 我顶多帮你问问赵芬芬那边 需要多少钱治疗。 还有各种损失费补偿费, 你最好心里有个底。 我说, 江霞这回真的是六神无主了, 事关她的铁饭碗, 她怎么可能不着急? 很快, 我告诉江霞, 赵芬芬那边需要一百万。 江霞炸锅了, 一百万, 她怎么不去抢? 芬芬是公司高管, 这一年的薪水也要几十万了。 你这搞得人家不能上班, 工作耽误, 身体受到影响, 一百万多吗? 你想想你自己, 这么多年学医读书, 难道为了一百万 就把之前的努力都浪费了? 还是你真的想打官司? 听了我的话, 江霞点头答应了。 可是一百万, 不是小数字, 而且这事她不想曝光, 当然不可能让父母知道。 她唯一可能去求的人 只有齐蒙。 果然, 在我跟江霞聊过之后, 齐蒙紧接着心神不宁了。 一天夜里, 她又躲在阳台打电话。 她一动, 我就醒了。 没办法, 对现在的我来说, 睡在她身边 每分每秒都是煎熬, 我不可能睡得沉。 你有毛病吧? 你以为一百万是小数字, 随随便便可以拿出来的。 我只要动公司账户上的钱, 江云立马就能知道。 你说说你能做什么? 医生医生当不好, 男朋友一个接一个的处, 你干嘛问我要钱? 问他们去啊。 齐蒙安静了几秒, 突然压低声音, 暴跳如雷, 你还敢威胁我。 你什么时候拍的照片? 我警告你, 不准乱来。 照片? 威胁? 我心里又有了个主意。 第二天, 我红着眼睛把一张照片拿给齐蒙。 这是什么? 刚家里的传真机收到的。 照片上是齐蒙的侧脸, 还光着上身搂着一个女人。 从角度看不到女人的模样, 但齐蒙的样子是实打实的。 他吓得差点灵魂出窍, 哪来的? 我捂着脸, 哭声不断, 我不怪你, 我自己的身体这样, 怎么能怪你? 你放心, 我现在就把照片撕掉, 我相信你。 说着, 没等齐蒙看清楚, 我就把那张照片撕得干干净净。 齐蒙又心慌又心疼地抱着我。 这件事换来的是齐蒙和江霞更加猛烈的争吵。 没错, 照片是我屁的, 但发过来的地址却是江霞的家。 江霞与我关系亲近, 他能撬我墙脚, 我能找到他家的备用钥匙, 准备好一切再设定个定时发送, 一切水到渠成。 江霞最近为了一百万焦头烂额, 根本无暇顾及其他。 这两件事之后, 江霞和齐蒙的关系跌入冰点。 江霞那边快撑不住的时候, 我主动跟齐蒙说, 狭狭工作上出了点问题, 你看咱们要不要帮帮她。 齐蒙大吃一惊, 帮她。 为什么? 她是我堂妹, 咱们是一家人, 家里能出个医学生真的不容易, 我也不想看着她就这样被毁了, 我咬咬牙, 她欠人家一百万, 要不, 这钱我们先给她出了吧。 齐蒙感动不已。 现在在她的心里, 江霞就是贪婪无耻的代表, 而我呢, 是从头到尾被蒙在鼓里的小白兔。 她紧紧抱着我, 你真是太善良了。 我眯起眼睛, 我也这么觉得, 大约是我这边松口, 给了齐蒙希望。 也可能是江霞那边逼得太紧, 她已经走投无路。 我刚说了这话的第二天, 齐蒙就挪了公司的一百万给江霞。 江霞把钱给赵芬芬, 赵芬芬又把这笔钱给了我。 望着账户里多出来的一百万余额, 我都快笑疯了。 这是齐蒙公司账面上唯一的流动资金了, 前段阶段铺垫进去的项目还没回本, 后面还有员工工资等着发。 齐蒙可真是傻呀。 难怪我爸妈当初说什么都不答应我给她投资。 仔细想想, 这些年来, 齐蒙的那些业务大部分都是我帮她维护, 甚至有些是我的人脉。 她的能力其实一般般, 根本不配创业。 收网的时候到了, 江霞给了一百万, 还在美滋滋, 觉得自己搞定了一桩麻烦事。 那只赵芬芬直接一纸诉状将她告上法庭。 事情捂不住了, 医院也护不住她, 江霞被开除了, 并且吊销她的行医资格证。 江霞暴怒, 但赵芬芬早就得到我的消息, 躲到别的城市去了。 江霞找到我, 你不是说一百万就够了吗? 你朋友两面三刀, 收了钱还告我, 不要脸。 不要脸的人是你吧, 我拿着行李箱, 冲着她冷笑, 睡我的男人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爽呀? 你, 你都知道了, 江霞面如死灰。 齐蒙我不要了, 你喜欢你就拿去。 哦, 对了, 离婚协议书就在桌子上, 麻烦她回来了千个字, 明天一早, 我在民政局等她。 还没到门口, 齐蒙就来了。 事已至此, 她哪里还有不明白的。 公司账户没钱了, 她出轨, 我堂妹的事情闹得人尽皆知。 丢人丢到家, 还没钱填窟窿, 齐蒙以为给了江霞一百万, 我会替她想办法弥补这个亏空, 可惜她想多了。 云云, 你别走, 别走好不好。 是我错了, 我就不该被这个贱人迷惑。 齐蒙跪在面前, 哭得泪如雨下, 可是我内心毫无波澜。 齐蒙见我没动, 又扯着江霞的头发, 狠狠扇了几巴掌。 江霞可不是我, 他立马还手, 两个人扭打在一起。 好一场闹剧。 我离开了, 回到爸妈身边, 休养身心了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 齐蒙的公司撑不下去, 宣告破产了。 江霞做的丑事, 被家里的亲戚知道, 再也没脸待在这座城市, 灰溜溜地出国了。 又过了一个月, 齐蒙告诉我, 他愿意离婚了。 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天, 阳光特别好。 齐蒙却硬生生老了七八岁, 耳边的鬓发都有花白的痕迹。 签字拿证的时候, 他的手都在抖。 云云, 我真的不是有意要伤害你的。 我转身闭上眼, 这种没有意义的话, 就不要说了吧。 云云, 不要这么叫我, 很恶心。 我打了一辆车坐进去, 头也不回。 车渐行渐远, 我的眼前一片模糊。 人生最美好的七年, 就这样落下帷幕, 我一点都不难过, 只是百感交集。 后来仔细想想, 那竟然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齐蒙。 生活还要继续, 我又不可能因为一段失败的婚姻, 就否定整个人生。 我又不可能。 感谢观看